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又到了我们QT的时间 昨天我们提到十节里面的前三节 今天我们要来谈到第四节到第十节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当照耶和华女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 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女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女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女神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女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 田地 扑笔 牛 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来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来看十节里面的第四节 在十二节的里面 提到当照耶和华女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为圣日 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呢 因为耶和华神他创造宇宙万物 他创造了植物动物 他创造了我们人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休息 神创造天地万物 用了六天的时间 第七日他就安息了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 十节里面的全世界 提到我们如何来爱神 我们守安息日 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 也唯有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 我们安息在神的面前 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心思一念 从环绕我们的世界的里面 不管是人 事事 事物 我们能够从这些昏扰的当中 能够转脸向神 唯有我们守安息日 把我们所有的一些手上的工作 把它放下来 我们才能够安静的来思想 神在我们身上 奇妙的作为 丰盛的一个恩典 安息日 是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的一个机会 我本身是农夫 当我们在耕田的时候 我们会在耕作一段时间之后 会让田地能够休息 让他休耕一下 让土地能够恢复 我们也一样 每一天 我们虽然白天工作 我们晚上有一个好的休息 好的睡眠品质 我们隔天就会有精神 现在有很多的装置 智慧性装置 可以让我们去侦测 我们的睡眠品质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的睡眠品质好 我们的睡眠 不用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恢复 我们的体力 如果我们的睡眠品质不好 我们没有好好的休息 我们即使睡了很久 也可能觉得睡不饱 我们要祈求主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每一位 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息日 我们能够有一个好品质的 一个安息日 我们不是到安息日 到教会去做礼拜 事情就这样子 好像我们已经有做到了 事实上我们真正的 是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真正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用心用灵来敬拜他 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这一位神 安息在神的一个面前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才能够整个的 恢复过来 无论我们在前面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有多大的一个压力 当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敬拜神 赞美神 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 当我们向神来祈求祷告感恩 一切美好的事情就这样子成就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来看到16节到21节 前面我们提到世界里面的 前四节 前面的四节是谈到如何来爱神 而后面第五节到第四节 教导我们如何来爱人 我们一般人都非常乐意爱自己 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 我想要去哪一个地方旅游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想要买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好的 神也乐意将一切的美好的 一切的事情都来赏赐给我们 但神更乐意看见我们 能够爱人如己 这是爱人的一个界面 让我们透过第五节到第四节 我们来学习如何从爱自己 能够转向爱别人 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有一句话说 己所不欲 我们自己不想要的 我们就不要坐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就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别人 在第五节的里面提到 当造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是我们对人的建立里面最大的一条 透过孝敬父母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祝福 特别是在现在忙碌的社会的里面 孝敬父母是需要更加的用心 需要更加的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 我们可以刻意的安排时间 来探望父母 陪伴父母 与父母来一起来进行一些活动 让父母从我们的一个陪伴 时间的互出 金钱的摆上的里面 我们可以让父母亲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 以让父母亲对我们的爱 得以能够有所回报 当我们愿意孝敬父母 我们就会更加的愿意 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 所以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提到了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不可贪徒人的皇屋 田地 仆悲 牛 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若是我们愿意孝敬父母 我们会愿意 听从神的命令 我们会甘心乐意的来遵守 因为孝敬父母 是一个让我们社会安定的一个基础 当我们愿意孝敬父母 我们也愿意遵守 后面的第六节到第十节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祝福的当中 当神查验我们的心志 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而行 神就将他所预备的美好丰盛 大大的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王上帝 孩子感谢你 谢谢你 赐下十节 让我们能够在神里的诫命的当中 不是受约束 不是受捆绑 乃是能够在神里的诫命的里面 活得更自由 能够在神里的诫命的里面 活得更自在 让我们能够对神 对人 都能够得着神里的喜悦 让我们能够因着爱的缘故 我们愿意在神里的诫命的里面 我们不仅是遵循 我们也享受在其中 让我们爱别人 不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 乃是一件甘心乐意的事情 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 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能够活出 主耶稣基督 你那荣耀的一个生命来 感谢赞美你 感恩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